哇 流逼 快把这些人都围起来 一个都别放走 再来几个人去推个小车 一会方便装物件 快过年了 还能来业绩 真好啊 尔等可知此乃宫门 跑着来跪着 是想告诉全天下 朕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吗 谁是领头的 出来说一说吧 陈廷文陛下丰门那酒家商人证无品的官位 此举实属获国阳明之举 也不符合太祖所定下的国策 陈身为御使 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出现 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嘿嘿嘿 尔等也都是此意嘛 觉得朕不应该封商人为官 陛下 商人乃是健硬 有何能耐入朝为官 我等苦度是为了匡扶大名 可不是为了和一群同袖商人为伍 就是啊 商人也配当官 天娜的笑话 还有娜场位 就应该一并裁剪了 重用场位实在不是圣人所为 一时间 整个广场上如同乌鸦嚼舌般叫个不停 我们在这说了半天 你好歹给个动静 你这不说话 岂不是显得我们很撒比 既然都说完了 那就让朕说两句 首先朕封宋海等人为武品官乃是国策 而等不懂可以闭嘴 其次刚刚有人说了太祖是吧 真记得太祖还说过一句话 叫做为声援不许 你们谁能和朕解释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陛下 太祖此令本就有问题 我等声援虽然还未入官 但对于朝廷也应有指正的权利 眼下朝廷阉党横行 陛下不光重用场位还封上人入朝为官 敢问陛下 可有将我等读书人放在眼里 我等今日思举皆是为了大明江山 还请陛下能够减去阉党 收回成命 还大明朝一个朗朗乾坤 特奶奶的 一个个当着老子的面 让陛下裁剪锦衣卫 当老子是百是吗 好一个冠冕堂皇 好一个忧国忧民 好一个赤胆忠心 要是没场位 咱还真不知道这朝廷百官竟与达子有关联 更不知这朝廷已到了腐朽不堪的地步 要是重用而等这些俯儒 怕是被卖给了达子都还不自知 至于商家 咱从现在起 已经不再是那独尊儒道之人 而是柔杂百家之人 既然你这小小的声援 都可以说太祖定的国策不对 那咱这个嫡系子孙自然也可以 以后只要是与国家有利者 不管出生咱全用之 卧槽 这不是皇爷 这是太祖 是太祖在借皇爷之口说话 太祖您这话传出去怕是要乱 这些读书人是绝对不允许 儒家地位受到威胁的 还有 太祖您老人家省时候 能够附身了 本来就应该给他们一点警告 现在的儒家和秦翰时期的儒家 是他们一个东西吗 一种学说 如果没有了外在的威胁 腐朽便是必然 儒家现在已经废了 既然都废了 那就别怪皇家弃之不用 一个用来辅佐皇权的工具 竟然还想控制皇权 他们不死谁死 昏君了 既然君王视我等为草剑 那我等读书人自当另寻明君 受死吧 昏君 护驾 会护驾 我套你猴子 敢当着老子的面行刺 老子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一幕似乎过了很久 但其实也就几秒钟 反应过来的锦衣卫们 立刻上前配合田尔庚将其拿下了 好的很啊 朕的学生 未来的朝廷官员 竟然要当街刺杀君王 这就是儒家娇儿等的教义吗 当真是霸道啊 陛下 我等冤枉啊 还请陛下明鉴 我等绝没有四君的想法 不是说好了 今日过来只动动嘴皮子的吗 怎么说着说着就抄刀了 现在好了 你特么上来就掀桌子 岂不是倒给了陛下施展的空间 而且你这一次杀 要是嘎了也就罢了 刀抽半截是什么意思 当大火的西瓜都是批翻来的不成 这是谁家的萨比 办事这么不靠谱 冤枉吗 这都抽刀子了还冤枉啊 是不是非要砍到阵身上那就不冤枉了 原本以为尔等是为了江山设计前来枯弓建言 结果竟是想借此刺杀阵 填尔庚 把这些混账都给阵压起来 好好拷问 有多少通达 有何密谋都给阵拷打出来 再把国子剑学生 以及文官御史密谋刺杀的事情 给阵传出去 他们不是说阵是昏君吗 那就让他们看看 百姓是站在谁一边的 是 陛下 还愣着干啥 把人都压下去 好好伺候 还敢刺杀 我倒要看看他们的西瓜 是不是石头做的 这些书生当真是好胆 差点把锦衣卫的饭碗都给踹了 就冲你们这脾气 老子今天要不拿出点看家本领 好好招待一波 都算老子白干这么多年了 很快 皇帝遇刺的消息就传遍了京城 首先炸毛的便是京城那几十万的不一百姓 听说妹 郭子俭的一个书生在宫门口刺杀换上 这怕不是那打着渗透进来的简细吧 冲紧日期 哪些与诗官员喝国资金的书生 别想吃我家种的菜 干吃啥晃上 这辈子都吃不上三个菜 啊对对对 那书生精湛行吃皇上 我带去那些于诗官员 和国子间的读书人的家门口 仍超激单 喵 一周后 在锦衣卫和东厂的联手调查下 基本是摸清楚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陛下已经查清楚了 那生员的父母都是被燕党给嘎的 所以对于场位怒气不小 而且以前这八大晋商 每年都会给他一笔银子 现在也没了 再加上陛下之前那一番言论 所以才怒火攻心发了疯 克娘的害得我 傍晚差点没了 还被皇后骂得狗血淋头 甚至魏忠贤纳斯都跑来阴扬我两句 真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太祖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 接下来要如何做还请您试下 那些文官因为您的一句话 已经坐立不安了 这几日朝会 近三分之一的官员都想请赐回家 要是放任他们都走 这朝廷 朝廷垮不了 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看来聪明人还是不少的 既如此 那就更要强硬到底 此时若退一步 那基于官望的文官 立马就会加入进来 不就是走一批垃圾吗 这天下有的是想要当官的人 太祖 那该如何应对 你要知道 那些玩意请赐只是一种手段 并非是真的想走 而是想逼你这个皇帝让步 既如此 那就让他下面的人 来临时 负责其原本的工作 你不是已经会给人画大饼了吗 那就继续画 只要这饼画得够好 芝麻加得够多 剩余那些不想走的人 但凡是有贪心的 全都得成为保皇派 再等明年科举一开 这人怎么都不会缺的 不愧是太祖 反手就有了应对之法 明日我就让那些请辞的滚蛋